我們異性園會這麼好 他就是扮豬吃老虎啊 真的 反正對我們比較沒有戒心 就比較容易講 女人對妳比較沒有 比較容易被妳騙這樣 因為十二星座的女生大概都會覺得 納豆對她沒有防備 而且可以跟她當好朋友 對 妳目前是有對象的嗎 目前有 對 什麼星座的 天秤 天秤座的 可是那妳現在沒機會啦 納豆 你把妹絕招是什麼 今天一群人 然後我就開運的時候 我就蠻喜歡的 結果我還蠻喜歡妳的 結果都掉了一講白了 就明著說的那一類型 對啊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開運見景團 哪些星座的男生和女生 就算喜歡也說不出來呢 金牛座啦 好了嗎 有話 俗辣到了幾點 你有沒有喜歡過我 其實有 我那時候也跨不出那個感情 你知道嗎 因為不曉得怎麼跟她提 你知道嗎 真的還假的 如果說有開始的話 搞不好現在就修成正果了 對 對不對 現在搞不好她帶了三個孩子了 也許 哪種熟面相的人 天生感情運就是會比較坎坷呢 眉毛太短了 個性很擠 對 這個人明明不行 我先追看看 可是個性很擠是什麼意思 很急躁 超級滾 沒有 很難看得來 我以為比較胖跟別人在意 就比較擠 也算 也算 對你來講也算 對別人不算 吃桃肥茄 黑網網掛要預知 最近在工作上 你該小心學會來捅你一刀 在工作上面有姓王的 有姓岩的 或是有慾 保育的慾 沒錯就是我 在工作上面 她後面會捅你 老師妳不要捅我 妳幫我抽紙 好不好 這樣不錯啊 可以一直捅一直捅 這樣搭都滿好的 新座分析要公布 2006年 12日新座的男生 會碰到什麼樣的桃花對象 以及2006年 事業愛情兩得意的生肖 不要錯過了 趕快來歡迎我們今天的 兩位特別來賓 一位是常常來的 另外一位是第一次來 而且是新朋友 歡迎這個九孔還有納豆 謝謝 謝謝 瓜哥兩位今天一起來喔 對 我今天心情根本不是很好 怎麼說咧 對 我跟一個這麼小咖來 感覺好像我已經 人生走下坡了 我現在只能靠著納豆上節目了 你怎麼會這樣 我現在心情並不是很好 你不要這樣講 孔哥 你怎麼會是跟一個小咖來 你知道嗎 太不夠小咖嗎 不是 你跟他來原因是 你站起來 他不夠小咖嗎 他太小咖了 我不夠大的地方 不能這樣講 孔哥 你現在是什麼 孔哥耶 以前人家像是什麼 九孔耶 孔哥同一刀耶 不是 孔哥現在就是要帶新人 對不對 那是因為你有輩分 對不對 才有這個資格 帶新人 你就說我老了應該退出了 你幹嘛還來 怎麼講都不對啦 可是真的是納豆 今天是第一次來 對… 對不對 那可能對觀眾朋友來講 如果說有看到那個大燜鍋 應該對你非常的熟悉 其實他今天真的很紅 他現在爆紅耶 網路上還有個人的網站 真的厲害了 而且所有的粉絲 通通都支持我們納豆 然後我們只要在大燜鍋 稍稍有那種不靜 對他不靜的眼神 真的 馬上就被攻擊了 你看你剛剛還說他是小咖 什麼叫做不靜的眼神 就算 其實稍微一點點 有一點點就不行了 你知道嗎 馬上被攻擊 沒有 糟糕透了 然後他會發動扣音部隊 真的 等一下 然後打電話進來 有沒有因為這樣子 這個節目就是 非常出風頭對不對 然後大家也都知道你們的時候 其實這個 在這個狀況下 桃花有沒有比較好 桃花其實對我們來講還好 因為我們大部分 我們那個團隊那個團隊 他們比如說郭哥 台哥 比如說輝哥 對 這些都屬於色大膽小怕狗咬的人 你知道嗎 他們內心雖然說假 但是他只是想說在內心的時候 馬上就回來 他得到滿足 他不敢去做 所以他們都走易營路線 我覺得可以這樣講 你看我們那個幸運哥在舉牌有沒有 對… 每個人 你老一掛的時候在那邊欣賞 他已經享受完了 你看 真正在享受 真正能夠實質享受的 就是阿肯拿到 你看有沒有 實質緊扣 有沒有 還被他拔走 下次應該可以發阿肯來 下次發阿肯來 對不對 他舉牌 他舉… 舉到他家去了 不過他們是年輕人真心相愛 其實我覺得鼓勵他們去談戀愛 也是OK嗎 那都也不缺 也不缺啊 真的嗎 每個人馬子都比他高 他… 真的嗎 比我還也很難吧 真的 怎麼會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今天有一個這個 喜歡的女生好了 你會這個 除了跟她主動追求之外呢 你會開口跟她講說你喜歡她嗎 你還是說你們真的很難把這個話講出來 其實我…我個性其實是比較溫吞的 譬如說我今天喜歡嘉芊對不對 那我可能認識你已經很久 對 我在旁邊已經觀察你好久了 三個月 五個月之後 然後我就評估一下我的戰力 加上我們兩個的數配指數 對 然後一直沈浸在自己的封閉的幻想意識當中 然後做一個很正確的評估 表力 自己覺得很正確 但是都錯 評估完之後 當我想要追求黃牙籤的時候 我就是要娶你了 真的嗎 還是屬於這樣子的 你本來把別人嚇到了嗎 會 常常都是這樣子的 以前都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你前面那個過程你沒有做出來 對… 你一下子就是我要娶你 那誰會… 沒有…我現在決定之後 我就開始慢慢追求追求 可是問題我在追求你的同時 我就已經準備好我要娶你了 在跟我同樣性質的 對 同性 金牛座 設定一個人 就是準備要娶她了 對 好啦 這個針對 這個愛在心裡口難開 其實說真的就剛剛我們之前講的 對不對 可是在心裡面 真的是很喜歡 可是他不敢行動也不敢說 他就是一直這樣暗戀 所以問一下我們的唐老師 從星座來看一下 到底什麼樣的星座的人呢 男生跟女生呢 是屬於那種 愛在心裡口難開的俗辣啦 來 好 這個號稱是俗辣 因為有時候真的不開口的話 你連機會都沒有 那這個我想九孔應該是痛在心裡 我們就來看看 那到底九孔有沒有上榜 那這個呢 就要看每一個人的太陽星座 跟上升星座了 這兩個星座都要參考一下 那九孔呢 是這個太陽在金牛 跟我們黃老師一樣 可是上升星座不一樣 我們黃老師上升是巨蟹 你上升在水瓶座 好 那這個納豆呢 是摩羯座 上升在獅子座 獅子 有一點意思 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啦 上升獅子 到底呢 這些所謂男生是誰 女生又是誰 太陽上升都要看了 好 我們來看第三名的男生 太陽上升如果落到了 處女座的話 其實處女座的人呢 你可以從她望著你的眼神讀出來 她對你是感興趣的 可以從眼神就可以知道了 其實可以從眼神 因為處女座的眼睛呢 是還滿會觀察人的 就是說她好像會找一些周邊的理由 來跟你聊一些五四三 比如說她會問你問題 她會問說這個報告怎麼寫比較好 其實她也許已經知道怎麼寫了 她是要跟你講話而已 對 但是她會主動找一些理由靠近你 可是那些理由呢 都比較像工作的理由 不是說她對你感興趣喔 她會用這個來做包裝 然後如果要約你出來 也會說找你談個事情 然後可是始終不敢越雷遲一步 然後呢可能要請你吃飯 也會說是我的朋友要請你吃飯 她始終就是沒有辦法用自己的身分 因為她臉皮很薄 一旦被打槍 她覺得她這個就會受傷的不得了 還沒有談到戀愛就先受傷 處女座經不起這個打擊 所以始終她雖然沒有表白 但是她如果常常去找你 那就是有眉目了 那如果她不找你 那就是結束了 就是這樣 好 我們來看第二名 太陽上升如果落到了 九孔的金牛座了 好了吧 好吧 熟辣到了幾點 你有沒有喜歡過我 其實有耶 真的嗎 很久很久以前 那時候還開始想笑嗎 真的 真的 你少來 你問到一個不該問的問題 其實我跟佳謙認識應該有十年以上 你說什麼 我沒聽到 我十年以上 你說判刑的話 這也算是重罪 你知道嗎 但是她的時候 她是一個不得意的一個小歌手 可是有一次我們在那個 台中那個校園做一個演唱會 然後那個所有歌手都遲到 她就很認真 她提早來 因為沒事蓋 有點小咖 不是 小咖也是應該的 小咖 然後又沒事蓋 然後她變成歌手 然後剛好那時候又失戀 對 我記得很清楚 然後後面的歌手沒有來 然後我做主持 然後她就做了差不多快一個鐘頭 然後我才發現 這女生這麼會唱 你知道嗎 她那時候不像現在 那時候比較那種 氣質女的感覺 對 現在比較三八眼 然後我那時候認識她 我想說這個人怎麼會 這麼有才華 因為你跟她訪問 我們通常主持人都在自己準備 對 因為怕她什麼東西都沒有 我們還長得漂亮 什麼都不會這樣 結果她什麼都會 然後唱歌也唱很多首 我就對她真的非常欣賞 然後那邊做完那一場之後 我們就好像回到飯店 不是Lobby 那是浮華飯店我記得 對 我記得 我們在那邊喝下午茶 結果那種感覺真的很棒 那時候就是 可是我那時候也跨不出那個感覺 你知道嗎 因為不曉得怎麼跟她提 你知道嗎 真的還假的 不想要偷偷問電話 其實都不敢 你知道嗎 那時候又有宣傳等等 所以說阻礙了我們的這些進行 真的還假的 你怎麼開玩笑 沒有 我現在敢講 我現在敢講 表示說因為我們釋懷了 因為你曾經有那個感覺 你敢講 像以前我們不敢講 我曾經有什麼樣的感覺 我不敢講 那我就有這樣的一個感覺 但是那個喜歡其實是好感 對不對 如果說有開始的話 搞不好現在就修成正果了 對不對 現在搞不好帶了三個孩子了 好害羞 不過我可以肯定一件事情 他如果說那時候跟我交往的話 他絕對沒有現在這麼好的一個成績 對 其實金牛座它是很多情 但是他們多情在心裡 都不敢講 對 十年了今天才聊 應該也不只這一段吧 其實金牛座是還滿自命風流的那一種 所以他心裡是對自己很有信心的 他知道自己很有才華 他知道自己工作方面的能力在哪裡 可是他對於兩性關係 他始終都是持非常保留的態度 然後他不屑用那一種 一般男生把妹的方法 那個東西讓他覺得說 這個能代表我嗎 我如果就冒冒然跑去跟你要電話 那你可能就會覺得我就是個俗辣 對 所以很多金牛座做不出這種事 所以那個愛你再心口難開 是很多金牛座心中的事 搞了半天 那個被他暗戀的人 還不知道被暗戀 真的 黃老師一定有很多這種經驗 常常有吧 對 幾乎都是這樣 你拿我跟 沒有…年代不同 對 你竟然…相見何太極 何太極 還要有自己轉說年代 好… 好 那我們來看第一名 第一名 到底是誰又上榜了 太楊上身如果落到了 黃老師的上身對身 巨蟹座 巨蟹座很多耶 他自己心思殷勤不定 而且通常他對自己不太有自信 歐弟 就是滿容易… 滿容易沮喪的 滿容易被挫敗的 比如說像有的人是 女朋友好像快要被追走 他們會奮起直追把它搶回來 巨蟹座是那種 好吧 算了 你要走一定是我不夠好 那你就走吧 這麼悲觀 會有這種傾向 所以這種巨蟹座的人 他寧可默默在旁邊守候你 所以他要… 除非他本身是異性源極佳 天生就有這樣的運勢 否則的話你要他主動去追女生 對他來說其實是很難的 他很容易被自己打敗 好 我們來看女生的部分 女生的部分 那一樣是太陽上身 那嘉芊是上身在處女座 太陽雙子 那我們的李老師是上身在射手座 太陽在水瓶座 那我們來看愛你在心口難開的是誰呢 好 第三名 太陽上身如果是落到了 摩羯座 摩羯座都… 摩羯座 對 好 摩羯座的女生其實還滿熱情的 可是一開始他會故作正經狀 摩羯座的人本來就天生就是冷靜派的 故作正經狀嘛 對啊 就是… 但是他就是那種一般來說 他會告訴自己一定要撐住 一定要很有氣質 所以即使他看到那個帥哥 撐住 對 他很想去跟他要電話 結果呢 只看到黃阿謙已經跟他在磨磨蹭蹭了 那個摩羯座的心理還在那邊 你為什麼會喜歡那個十三八 你為什麼不來喜歡我 他心裡會這樣想 但是他就是走不過去 十三八 對 然後如果人家 對 那如果人家問他說喜不喜歡 他一想到說 我如果說喜歡 那我不就跟那個十三八一樣 十三八一樣 對 你媽媽這樣 十三八一樣 他可能就是不喜歡我 他就會說出反話來 真的啊 對 還好吧 要故作高貴重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 太陽上升如果落到了 天秤座 天秤座好像會這樣 會啊 其實會 當然我們說很多星座都有一些特例 總有一些是非常主動積極的 對 好 可是愛女在心口難開 天秤他是比較傾向於就是 他不主動 所以就算他喜歡你 要他主動講這個事情 那他就會問自己 問很久 對 我真的那麼喜歡他嗎 那萬一他又有一些戀愛經驗 那他就會去比較自己過去的戀愛經驗 我這樣子的喜歡 可是 這是他過去經驗沒有的對象 或者是他過去經驗並不美好 那我還要不要再去 步入這段感情呢 他不經就會想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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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那這個對他來說 就是他永遠在那邊一個人思考 然後實際上還是沒有行動 那也不可能說 尤其是天秤座的女生 有時候沒有什麼情趣 他不是把我愛你講的平板無趣說 對 愛啊 我很愛你啊 要不然就是 好啦 不要問這個問題 所以天秤座的女生也是屬於 愛你在心口難開心的 你要強力的追求他 我們來看第一名 太陽上身如果落到了 皇家簽的 處女座啦 我也是這種耶 上身在處女座 這個叫做無論如何要拚一下 對 無論如何 對 所以處女座是屬於這種 明明很愛你 故意不說 故意不說 那為的是讓對方更愛自己 那這個是有對象的 比較幸運的 有一些處女座的人 真的是可以聽到 到很老還是老處女喔 就真的是老處女喔 就是那一種 因為有些處女座很豪氣 朋友很多 然後他們在工作上 很可能慢慢的 就變得很像 跟男生都是哥們 跟你乾杯 滑拳 她也是都樣樣精通 對 男孩子已經幾乎不把她 當女生看 可是你都不知道她 當然有一些非常熱情的處女座 甚至熱情到有點花痴 這是有的 可是有一批 就是我說嘛 就是virgin跟like virgin 對 對 所以太陽上身落在這六個星座的 男生女生呢 都是屬於愛你在心口難開的 如果講到這個感情方面 夏令有三種狀況 這個如果說有發生在你們身上的話 請舉手 我先來講一下 第一個 追馬子踢到鐵板 有沒有這發生過 有啊 有嘛 對不對 那第二個呢 是遇到不對的人 有沒有 有沒有 有 我也有 有 這個我可以吧 第三個 第三個重點來了 老是被甩 有沒有 這不能整整吧 你糟糕透了 你是誰寫的 怎麼目前為止 你不能拿以前的資料來對啊 九孔都中喔 對 問一下黃老師 從手面向來看一下 觀眾朋友們大家一起來對照一下 到底什麼樣子 手面向的特徵呢 這個在感情方面 不漂亮 不漂亮 來 就是不順利的意思 真的我們主持人 剛剛講的三種狀況 我就照這三種狀況來講出 它的長相特色出來 當然任何一種呢 例如說我們現在第一個 追求總是遇到 總是踢到鐵板的 它的狀況可能很多種 我舉出最明顯的三種 這個第一個 首先呢 是眉頭有點往下 注意看一下 我們通常眉頭是平一平 對 有點 這個眉頭往下的意思就是 看不清楚狀況 例如說你要追一個女孩子 或追一個男孩子都一樣 或者跟她發展感情都知道 你要看出狀況 我跟她之間彼此的可能性如何 先做個評估 結果評估都不可能 那你都是主觀的 別人一看都不可能 但是你看不清楚狀況 不可能的事情你去試 那當然就會踢到鐵板 第一個這是眉頭有點往下的 第二個是剛好在鼻子上面有痣 鼻子上面有痣 鼻子的症 沒有 我沒有 你幹嘛 還有一個 我想鼻子在男人來講就是看七星 女人用鼻子來講就是看膚星 就是戀愛的主要部位 那事實上也是 鼻子在我們一個人的臉 剛好正中央的位置 最明顯的位置 你有這個痣就是破壞了膚星 破壞了七星 所以你這個痣就是阻礙 破壞你的這種戀愛 所以意思是說痣就是在鼻子上 任何一個地方都算 基本上都有 但是以鼻樑的最明顯 OK 好 再看一下 我們用手下的感情線可以看得出來 手下的感情線就是直接就中斷 就是沒有辦法繼續下去 你可能開始追的第一步 或者有第一步第二步的時候就停止下來 好 我們看第二種 針對這個剛才主持人講的第二種狀況 就是遇到不對的人 那遇到不對的人當然也有很多種狀況 我們也是舉出最明顯的 來 第一個還是從眉毛看 眉毛太短 什麼叫眉毛太短呢 沒有超過眼睛就叫太短 眉毛太短人個性很擠 這個人明明不行 我先追看看 老師 個性很擠是什麼意思 很急躁 遲遲滾 沒有 很慢的來 我以為比較胖跟別人在一起就比較急 對你來講也算 對別人不算 知道沒趣 他說不要發言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等不急 我明明這個人不好 但是你等不急 所以下一個不知道什麼時候再來 那你就去玉玉就是上了 結果發現根本這個人就不對的人 不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也是用字來看 就是在眼睛後面的字 眼睛後面字 我們以前一直提過這顆字 這顆字很有名 就是如果有男孩子 你會愛上年紀比你大的女人 如果是女孩子 你可能會愛上年紀比你小的男人 意思就是說遇到不對的人 或者條件不對也算 對方是千金小姐 你憑什麼去愛人家 然後對方是有夫之夫 有夫之父 這都是遇到不對的人 所以這個字就是眼睛後面的字 都表示你來電錯誤了 這個地方是夫妻公 你有字破壞夫妻公 那我像這個是水豆吧也算嗎 水豆吧不要算 要字才算 對 那麼納豆的來電錯誤 是下面這張圖 然後現在這張圖 兩個人都有很妙 他們兩個人的左手都有這樣子 就是在感情線上面 都有一個導紋 真的 麻煩你兩個人的左手 全部都有 都有一個導紋 真的耶 你倒得好大喔 結果我倒得好 那就倒得好大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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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叫不應該的人 很多種嘛 例如說剛剛講過 對方已婚的 對方根本跟你搭配不來的 結果你自己 還賴蛤蟆想吃天鵝肉 或者 你不要講人家賴蛤蟆 我沒有 或者天鵝想吃賴蛤蟆肉 天鵝想吃賴蛤蟆肉 就是蛤蟆不給你吃 我跟你講 真的有可能 有可能 我們再看一下第三種狀況 被人甩 那被人甩 反而我們是依照剛才的字 或者眉毛這方面來說個說明 首先它的眉毛是往上 你有看過人家眉毛長這樣嗎 不不不 眉頭有點往上 注意看一下 有人長這樣嗎 不不不 我想這個地方倒沒有 只要是它的重點 我故意畫圓圈 重點不是在這一邊 重點是在這邊 就是眉頭略略覺得有點 往上笑 所以是把他做的 對 但是有人做久了 他就是那樣子 就像你現在做 但你現在不是啦 你是做出來的 但是有人就是 感覺上就是這樣 這樣 但是不可能真的像 平具的臉譜 就這麼整的上去 就是有這種感覺就算 這種是被人家甩 他會記恨報仇 所以這邊才特別提出來 就是說被人家甩之後 會殺人 然後報告 如果是已經結了婚 已經結了婚 可能就殺老公 殺老婆的 真的 就是眉頭往上 好 第二個是在眉頭有志 眉頭這個位置 在人像學叫做 夫座 妻座 就是先生跟太太的位置 那這邊有志 就表示你的先生會偷吃 或者你的太太會有外遇 那麼最後外遇的結果 不一定表示說一定要離開 那就是看你兩個人的相處 有些人後來 互相原諒就沒事 但是也有可能互相 最後就離婚 分手的也有 不管怎麼樣 眉頭的地方這邊有志的 叫做夫座 妻座有志的 常常是已婚而被甩的 銅鬚也甩 眼睛這個部分 對 在那個地方 好 那麼在下面 我們還是用手向的感情線來看 好 這個呢 九孔有耶 你的左手還是左手 就感情線的這邊 它有就準了嘛 有往下的滋紋 我一點點 我就一點點 那一點點 我們說被甩 並不是說一條線代表一次 命運上不可能這樣 好像一個人結婚十次 不可能他出現十次結婚線的意思相同 就是有這個特徵 就表示他容易發生失戀的現象 被人家甩 好 既然如果說這樣子的話 這個大家個性趕快改一改 就不會這個老師被甩 老師這個被遇不到人對不對 老師這個什麼沒有緣分 如果說有這個個性改掉之後 桃花接著就來了 所以問一下我們的唐老師 從星座來看一下 尤其今天 我們要幫男生來看一看 這個明年2006年十二星座 男生的個性會碰到 什麼樣子的桃花 你們啊 太陽上升都要看一下 所以九孔你可以看金牛 跟水瓶 對 那納豆呢 你就看摩羯 還有你的上升的獅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太陽上升 在牡羊座的人 你會遇到什麼樣的桃花呢 能與你心靈對話的女性 你會覺得她層次很高 怪不得人家說牡羊座難搞 對 就比較 你不是真心誠意 要跟她交往的話 你要跟她攪和 就很難跟牡羊座來攪和 牡羊座滿有意思的 牠即使是玩玩的 牠都會弄得很像 很認真 很認真 我們來看看太陽上升在金牛座的人 像九孔跟黃老師 座是圓融的成功女性 這樣子是什麼樣的星座 女生會比較有這種特性 我想很多 這應該是跟星座沒有關係 這是牠跟性格有關係 比如說牠可能年紀也可能很輕 但是牠已經是同儕裡面比較有分量的 而且牠也對人處事也都很不錯 像嘉芊在我看來就是做事圓融的成功女性 雖然你是輕薄等小的雙子座 可是一樣有圓融的一面 這可能跟牠歷練智慧都有關係 所以年齡不拘 好 我們來看雙子座的男生 太陽上升 雙子你會遇到理性沉靜的女性 所以牠可能是很安靜的 總是微笑聽你講話 雙子座因為很吵 然後會分析 我們講的是明年的運勢 會遇到的 不是說牠一定很適合 可能有時候雙子座很想有人陪牠打球 也不一定 但是明年會遇到這種比較安靜性的 然後可以跟你理性對談 不會太情緒化的 所以你跟牠相處應該會滿愉快的 很開心 好 我們來看太陽上升在巨蟹的黃老師 好 務實生活有計畫的女性 牠是腳踏實地的 可能你在那邊做夢的時候 牠會潑你一點冷水 然後牠做事情會比較 比如說你講一個什麼要求 即使只是隨口說說 牠都會很認真地把它列為考慮 是屬於這種可能有一點無趣 但是做事情很有計畫 牠覺得說你跟牠講說 真希望我們年底可以去旅行一下 牠就開始挪時間 然後有一天告訴你說 我已經把年底的架挪出來了 這一種型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獅子座 在納豆上升在獅子或太陽獅子的人 你會遇到 人生經驗豐富且充滿熱情的人 年紀大的嗎 也不一定 牠可能就是 牠做的是跟人接觸比較多的工作 而且牠個性很熱情 許春美也可以 很好吃 很好吃 對啊 會聽到你把男孩子吸別 沒有 是找人沒有錯 是故為他們 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牠可能是很熱情的那種 很喜歡接觸人 然後很喜歡輔導別人 然後真的嗎 我好喜歡喔 真的好棒喔 就是這種型的 對很多事情 牠都抱持著這個樂觀 然後熱情 比較大一點的感覺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太陽雙身處女的男生 2006年會遇到什麼樣的女性呢 欠缺規劃的小迷虎 不好意思喔 你要多照顧牠 而且重點是從這裡 前面都是還不錯 有沒有到那邊 欠缺小迷虎 可是很可愛啊 很可愛啊 就不管牠的外表怎麼樣 也許是個女強人 但是你一靠近牠以後 或跟牠交完以後 就把牠丟三拉絲 生活上小迷虎 對 還好啦 也有可能 對… 丟三拉絲 那不會睡錯老公就好了 那不是小迷虎 小迷虎 好 我們來看一下天秤 太陽雙身天秤呢 你會遇到什麼樣的女生呢 容易製造壓力給自己 情緒又長低落的人 所以呢 你遇到的就是那種 自我要求很高的人 他就是動不動 你的一句話 你可能只是玩笑啊 他就會 然後可能 你看他那麼難過 你問他你怎麼了 他可能告訴你說 你前兩天說 我太胖了 之類的 受殺 他就給自己很大的壓力 然後已經累到昏倒 或怎麼樣之類的 你才發現 他原來這麼在意你 所以要注意一下 不要給他壓力了 好 我們來看天蠍座的朋友 太陽雙身天蠍 成功又富裕的女性 好可愛 這個字 對 幸福了 幸福了 真的 只是說成功又富裕的女性 她也未必很好伺候 對 是有錢人來的 然後呢 而且她對自己很有主見 然後她可能在做很多事情上 她也已經有一個一定的位子了 在你看來 也許她甚至比你高一點 位置比你高一點 所以天蠍座也要有自信去匹配她才行 那當然如果能夠配得上就會很好囉 我們來看一下太陽雙身在射手座的朋友 男生 好 激情你情欲的女性 所以有肉感的那種感覺 是的 這滿適合你的 OK的 所以明年的那個射手座的愛情 可以是說走激情派 肉體派 這一類的 所以那個女生可能性格上 她也比較 這個部分是開放一點的 也很熱情 應惑你的那樣 可以挑起你的情欲的 我們來看摩羯座的納豆 你除了這個獅子座 遇到這個經驗豐富又熱情的許淳美以外 你還能遇到誰 難追的冰山根座 聽起來好爛喔 不是被你追到 你會遇到 是 你會追得到 有 所以這種人她很可能就是那種 比較平常樣子看起來 拒人以千里之外的 在工作方面很認真 你甚至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而跟她認識或沒接觸 陳敬勳這種 對… 你舉例也沒東西 舉例也沒問題 你心道不小 你舉例也沒問題 所以你常常會遇不到 遇不對人 因為沒就看不清楚 真的 可是她舉陳敏勳的例子還滿像的 就是那一種金山美人 就是那種金山美人 然後又是工作狂 好 我們來看一下水瓶座 像九孔上身的水瓶 我們來看你會遇到誰 個性互補有如朋友般的情人 這個很好 這個很好 這個最適合你了 她已經提示我們兩個了 你確定你們兩個要互補嗎 還不曉得 不過照這樣講起來 好像個性還是有一點互補的感覺 其實我跟你講 情人可以當朋友 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對 沒錯 我覺得是滿難的 要套脫情人關係 當你的朋友很客觀的 沒有 就是情人又是朋友 又可以聊很多東西 那個真的很棒 不是 我是情人之後 我就沒有辦法當朋友了 我覺得我是很奇怪的一個個性 那是一種比喻 OK 好 慢慢來 可能這個人就是有一種 讓你安心的特質 所以你越來越能夠 跟他聊一些過去啊 譬如說他講起他過去的男朋友 你也不會那麼嫉妒了 你也不會那麼吃醋 因為你對自己有信心了 可以像朋友一般相處 大家很好 我們來看一下 太陽上身在雙語的男性 你會遇到什麼樣的人呢 對感情抱著 很嚴肅態度的女性 所以呢 她是屬於那一種 你要跟我交往的話 就是要考慮婚姻 或者是在感情方面 她不會輕易說出我愛你 但是她一旦說出我愛你 大概就會很嚴重了 大事大條 對 嫁給你囉 所以你如果是要玩完的 就不要亂碰 那可能她也是家教比較嚴的那一種 對 或者是對這個部分 她會一直覺得 要溝通得更清楚才行 她可能會嚴格把關 那太陽上身落在十二星座 各自有她會遇到的女性 那個真命天女 所以大家可以抱著期待的心喔 這個當然這個是感情方面的 這個大家可以這樣一起討論 可是在工作上面 其實對兩位來講也算重要 因為是男生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問一下我們的李老師 從我們的這個開運文化畫裡面 大家趕快來譜譜看 最近要小心 在工作上面誰會來弄你啦 請觀眾朋友選一張牌 那九孔跟那個納豆 你們也可以一二三四號選一張牌 我們再來看看工作上面 你要注意什麼樣的問題 好 四號 四 那我二號 納豆二 好 OK 唐老師你咧 三 王老師 一 好 餵三 那這樣我們就從 四開始講好了 好 四剛好是九孔選的 是 對 這個掛叫做折天怪 這個字念怪 折天怪 折代表的是女同事 天代表的是男性的主管 他的人物代表是這個樣子的 那這個怪它的含義就是決裂的意思 葡萄這個掛在最近工作上 誰會來同一道寵裂康 就是說 你今天在這個工作上面 好奇怪 你怎麼做 都是得不到對方的認同 得不到上面的認同 對 那更氣人的是就是 過歸自己 工作歸被別人給搶走了 那這個就講到剛剛我們說的 就是當機會只有一個的時候 你可能是憑著好像是說 我憑我的本事在做競爭 可是對方他可能會有一些小動作 比如說他去送禮 他去找人找高層的人來打點 來爭取這樣的一個位置 所以比較要注意最近 在工作上面有這樣的一個人 那這個人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物 比如說他是女同事 還有一個主管其實是不會寵裂康 但是他主管他可能就是說 他掌握了你的身杀大權 誰對他送了好處 他就把機會給誰 所以他忽略了這個人的能力 那完全就是以立志往前看 所以你就會喪失了這樣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尤其以信誓來講 有幾個信誓要提醒給大家知道的 比如說你的同事或是這個主管 他姓鮑 或是姓潘 姓鵬 姓孟 再不然就是他的名字下面有 比如說吉祥的祥 還有淑女的淑 香花的香 有這幾個字 不管他是你的女同事或是你的主管 那麼在工作上面 他比較會有這樣的動作出來 好 那我們再來看第二張牌 因為第二張牌是那樣都選的 看看他在工作運上面 會不會被人從一匡 這個叫做三火壁 這個字叫壁 這個三代表是男性的朋友 火代表是女同學 這個壁這個字代表是一種包裝 一種美化 是一種粉飾太平的意思 那在工作上也就是說 你特別要注意你在工作上面的男同事 或是女同事 他們載你可是人前一套 人後一套 平常你跟他相處好像就是嘻嘻哈哈的 可以說是無話不談 可是呢 因為對方他是一個有心的人 所以他會把你的一些言行 或是你曾經講過的話 都全部給記在腦袋裡面了 對地裡面 就會做出一些扯你後腿的事情 那是不是阿Ken 我們來看看 在姓氏或是名字當中有沒有 有沒有 阿Ken姓什麼 姓什麼 姓林 林 掛到 掛到 姓林的 姓李的 姓油的 姓唐的 姓唐的 還有姓歐 姓名 我跟你不是同學 口天吳 還有口天吳 這幾個姓氏 那如果名字當中 他有婷婷玉立的婷 有南方的南 或是說有威武的威 再不然就是有天 有台北的台 有這幾個字的人 那也要小心他 那如果說在感情方面 他的另外一半 也有這樣子的姓氏 也不好對不對 對 也就是說注意就是有人 要來後面捅你的後腿的 OK 好 那我們再來看 第一個掛好了 第一個掛好 是黃老師 選的 這個叫做天水送 好 天它代表的就是馬 水代表的就是豬 送就代表是一種爭執 是一種溝通不良 你跟馬跟豬爭執什麼 絕對不是飼料 嚴重的話 可能還有訴訟的事情發生 好 那最近在工作上 誰會來扯我的後腿 數碼數豬 對啦 就是你要注意你工作上的夥伴 數碼數豬的人 也就是說在工作上面 有人會去製造一些就是 不實的事情去誣陷你 明明他做錯了 他會說是你做錯的 那當然當事人 他自己知道這不是我做的 所以他一定會據理力爭 會去找對方講理 他會講得贏 可是在這個講理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提醒各位 就是你的態度很重要 因為他是誣陷你 其實他是自知理虧的 所以當他 你發現他有跟你道歉的那種 或是說他有這種低聲下氣的時候 你就不要趁勝追擊 好像說打落水狗了 要不然的話 你又給他留下一個機會 就是下一次 倒是反攻擊你 對 他下次再來誣陷你 對 那針對這個 普道這個掛的人 要特別提醒 當你真的說在工作上面 有這種情形出現的時候 你可以找幾個生肖的人 來幫你做溝通 比如說在工作環境當中 有屬羊的 有屬老虎的 不管他是主管 或是你的同事 幫你做這個協調溝通 那你們之間的這種送 這種爭執就會降低了 就會降低 化為烏有了 所以這個 注意一下 屬馬跟屬豬的同事 好 我們再來看 最後一個掛是 插籤 跟唐老師 對 三地坡 三地坡 三代表的是牛 地代表的是老虎跟狗 那在工作上最近 誰會來從你的看 就是說你的工作量增加了 可是好像薪水沒什麼增加 還有就是 也許你可能去帶別人的班 可是同事你帶了他的班 他沒有一些感恩的意識 所以在內心深處 你有一種被剝削的感覺 所以這個剝的意思就是剝削的意思 尤其有幾個姓氏的人要提醒 也就是說 在工作上面有姓王的 有姓炎的 顏色的炎 或是姓翁的 姓月的 還有姓胃的 還姓瑶的 瑶順的瑶 這幾個會有這種情形 再不然就是名字當中 可能是有 朋友的有 有 黃老師 有亞洲的亞 有月 或是有玉 寶玉的玉 比如說就是我 還有運氣的運 元旦的元 有這幾個字的人 最近就是你要注意 在工作上面 他後面會捅你 你幫他做了 他不見得會淋你的親 真的是氣死人了 老師 你不要捅我 你幫我抽取 好不好 國用圈不錯 可以一直捅 一直捅 這樣大家都蠻好的 所以呢 最近在工作上面 這幾個瓜 就提醒各位了 所以這樣就可以知道說 在工作上面 大家小心誰了 對不對 可以避免的 我們就盡量避免掉了 好 那接下來趕快問一下 我們的黃老師 從我們的明年的生肖運勢 大家來看一下 到底什麼樣生肖運勢的朋友呢 天啊 太好了 感情 事業 兩得意 好 我們看一下 哪種生肖 明年會好到這麼好的 好 我們先看第三名 第三名是事業轉望 事業轉望就是 不管你目前如何 會比現在還要更好 更好 這個很好 那這急慶寧門 包括結婚 訂婚 生小孩 甚至遇到義中人 遇到好的對象 那些都算是急慶臨門 好 這是什麼生肖呢 是屬雞的男生 屬雞的女生沒有 因為屬雞 直線男生 因為2006年 新的一年叫做太陽 太陽這顆星 它就是保佑男生的 那女生就普通 就是特別男生的雞 尤其是農曆4月12月生的雞 那我現在改屬雞不行 好 我們看一下第二名 第二名是工作順遂 不管他是做什麼工作 表演 寫作 業務 生產 工作很順利 然後愛情得意 就可以跟義中人在一起 那如果說你已經結了婚 那表示跟你們夫妻的感情 更和諧的意思 好 這是什麼生肖呢 是屬雞的女生 先記著 男生沒有 男生沒有 因為屬羊新的一年叫做太陰 太陰就是保佑女生 對男生不怎麼樣 那麼整個羊的女生都很好 尤其是農曆2月10月生的羊又更好 一般來講多不錯 注意一下 我們看這最好最好的 這個不但事業好還加上財 對啊 升官得財 桃花湧現 桃花湧現的機會一直來 你就算已經有了 還有新的機會 當然你要不要篩選 要不要篩選 你可以做自己的男的 至少升官得財 那相當好的 好 這是什麼生肖呢 這個是屬牛的 男生女生全部都有 屬牛 男生女生全部都有 屬牛耶 吳 牛 吳 吳 吳 因為這個新的一年 牛叫做得到福德又天德 福德一般來講就是福德正神 家境不是信佛教 不是信道教 但是如果是你佛教 道教 一般來講就是新的一年 福德正神就是土地公特別照顧你 你應該去拜拜土地公 福德正神的關係 另外又天德遇到事情逢凶化吉 所以不但升官又能得財 然後桃花又好 幾乎不是只有兩項 三項都全部到了 全部是最好的一項 牛這麼好喔 對 新的一年 他就這麼好的運氣 我不小心還懷孕了 頭到誰了 心裡是很清楚的 你要離我們遠一點好不好 你的貴人在那裡啦 喂 好啦 那今天真的非常謝謝 我們的酒館大哥 還有娜德來到我們的節目裡面 要預祝明年呢 這個事業會不會越來越好 好不好 你已經是一個妹的名字 所以說基本上 你走到哪裡 你同事跟到哪裡 它不一定是外型的關係 也可能是個性啊 或者說這個人真的很有趣 我就會到今天這樣子 對 隨和又隨便嘛 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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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你坐空向於水 從左側流向右側的話 代表它收的是兩個桃花水 這樣的話 在男生裡面 你有可能娶到一個婦婆 比如說蘇晏雲啊 或者說官民啊 那男生呢 就可能嫁個連勝 這個機會都可以 可以當中要記清楚 你也在等待出頭天嗎 鎖定今晚開運鑑定團 告訴你出人頭地的好方法 歡迎收看開運鑑定團 大家好 我是協志 大家好 我是錦雯 是的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努力出頭天 其實你有一句名言嗎 是怎麼說的 我的名言非常的重要 那就是努力不一定會成功 但是不努力就一定不會成功 所以說啊 如果說今天你很努力了 可是你沒有成功 你會不會怨天尤人 還是會啊 會 我跟你講這個道理是這樣子的 就是你很努力了 但是你還是沒有成功 如果換作自我 我還是會一直覺得 為什麼運氣那麼差 我那麼拚了 為什麼還是沒有 但重點是什麼呢 相對的 你如果什麼都不去努力 你根本談不了後面這個階段 你懂我的意思嗎 是沒有錯 我看過那種沒有努力 可是他就成功的 可是他表現出來 就是那種很心虛有沒有 對 而且你不經過努力的成功 其實不會永恆 也不會珍惜 他是短暫的 所以今天呢 我們來的這兩位呢 他算是我的小老弟 真的 他們兩個真的是算很努力 你們同公司的 對 然後 這個他們的這個出道過程 我看在眼裡 是歷歷在目 我就覺得說 真的應該給他們加油打氣一下 因為恭喜他們 他們開新節目了 對 我們歡迎今天的兩位來賓 納豆以及阿K 大家好 大家好 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阿K 我是納豆 我是納豆 我們這個新節目 新節目 新節目 摩托 納豆 摩托車 吐片寶島台灣 吐片 吐片喔 就是最近呢 我跟這個白雲哥呢 其實 等一下 真的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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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面這個也像白雲 這樣真的很像白雲 這樣很像 這樣很像 所以你們這個節目是 為什麼是摩托車庫變 包到台灣 就是因為我們的 就是說我們兩個騎台摩托車 然後就是台灣 有任何好玩的地方 都跑去玩這樣 然後記錄起來 等於是介紹地方 然後還有加上就是 吃喝完了 吃喝完了 對 所以我們的時間 是從2月2號開始呢 每個禮拜五晚上10點半 就大家剛好看完這個節目 你就轉中式 看我們的摩托車走記 好 恭喜 因為我們知道阿堅啊 他不會騎摩托車耶 對 完全不會 他是為了這個節目 去考摩托車駕照耶 難不難 非常難 因為我考了3次 真的啊 摩托車考3次喔 那麼難嗎 150的那個啊 然後前面那個直線的有沒有 OK 我就是大概出去2公尺就掛掉了 哪有那麼多喔 有 20公分左右吧 沒有沒有真的 有啦 有沒有記錄下 有啦 一天成長到第三次終於過了 對 所以就是你為了這個節目去考摩托車駕照 沒有錯 算是拚命 因為其實他們兩位在這個節目上的表演 努力啊 是有目共睹的 對 他們兩個很努力 對 所以呢 待會你們努力的程度到哪 到底可以努力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會不會有一片天呢 對 我們待會老師呢 會一一的一件一件 把你們的衣服都撥光 來 介紹一下老師 好 我們命理界的天王天后都在這裡 請大家看這裡 首先介紹這個紫薇靈動術達人 張維忠老師 太大好 太大好啊 今日不努力 明日將成為奴隸 接下來是我們生肖姓名學 以及風水專家 江柏樂老師 歡迎 大家好 老師要出新書 努力啊 不見得成功 看老師的書 看我們的節目一定會成功 一定成功 好 謝謝老師 下一位 好 是我們的新作魔女 鄭嘉玲老師 歡迎鄭老師 大家好 老師也即將要出新書的 一定要鎖定我們節目喔 好 還有我們的塔羅王子 他身上從塔羅才走得出來 塔羅王子 黃士巡老師 大家好 現在你有新作 但是我們應該很快就出新書了 加油 這個四位老師呢 都是在我們命理界的精英 請問一下阿Ken 你們兩個 阿Ken先講 你們是怎麼出道的 一開始其實是專心的想當演員 對 然後後來 你還在國外有演那種大型的舞台劇嗎 對… 像貓醬你的這麼大型的舞台劇 有類似那樣子 我好想試試看喔 對啊 不錯 所以你就立志就是想要 想當一個好演員這樣 不是 你不用試試看啦 因為我回來演戲演完以後 偉忠哥就跟大家講說 看完阿Ken演戲就知道說 戲劇是不用出國念的 沒有用 沒有用 沒差是不是 沒什麼差 不用試試看 那納豆呢 怎麼出道 因為我本來就是演舞台劇的 演兒童劇 因為我長頭很大嘛 然後身體短短 小叮噹 對 就是演舞台劇很適合 演兒童劇很適合 我覺得那個納豆很像 哈比人的感覺 真的 我跟你講 我最喜歡跟納豆站在一起 納豆來 你看 我們站在一起 哇 在你旁邊也有成就感 哇 但這個時候 黃士群老師出來就不一樣了 對啊 納豆很可愛 納豆你有沒有150 15… 158.7 所以納豆你不用當兵 不用 他不用當兵 太矮了 就是國家叛逆的殘障 你不用當兵 他不用當兵 真的啊 誰說的 真的啊 國家 對啊 不到160不用當兵啊 哪有這樣子 有啊 他跟那個體重換算了之後 就發現我不用當 他是算那個平均值這樣子 沒有啊 可是現在不是說 沒有不當兵一定 最起碼要當什麼 十幾天國民的 沒有耶 我覺得那個時候 他平等 好 好… 所以呢 的確是擁有小叮噹的一個身材 對啊 因為一般演舞台劇演一演 然後後來就有人介紹我 確認是偉忠哥獎 那兩位進到這個圈子之後 有覺得很心酸嗎 心酸 有遇到什麼辛苦的事情 還是說覺得當藝人 真的不是你們想像那樣的 我想應該都不是大家想像的 阿肯有 阿肯有 我是一開始 因為比較沒有什麼機會 所以就到處自己找機會 對 我要替阿肯講 就是阿肯那時候 簽到公司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我們公司 大牌藝人很多 像大小S啊 那種很多 都還… 還有像錦雯秀琴 沒有啦 就是都還滿大牌的藝人 然後那時候阿肯呢 帶他的人叫宜山 然後呢 那時候沒有拍宣傳照 阿肯你自己講啦 不是 我那個時候是這樣 我其實有拍宣傳照 但是我拍宣傳照的感覺 好像是應該怎麼講 我那張照片你有看過吧 就是我 就是拍的真的不好 不是很好看 不好看 然後又沒型這樣 對 沒型 結果後來那個 他就是 那個我的經紀人宜山 他就說 阿肯你這樣真的不行 很難推 很難推嘛 因為你拿去外面 人家說 你拿一個 幹狡龍的照片給我幹什麼 對啊 你拿一個摩劍裡面的咕嚕 咕嚕給我來 照片可以比對一下 幹狡龍 重拍 但是他又想說 不過你可能自己要出錢 我就 我就好好的演 可以這樣 結果後來找一找去 終於 找到了錦雯姐姐 的弟弟 對 因為我弟是攝影師 對 然後呢 你知道一般外面的攝影師 其實有點貴 你如果要自己出錢 是出不起的 然後呢 他帶他的經紀人 就來跟我商量說 錦雯聽說你弟弟是攝影師 可不可以麻煩你 就是說 請你弟弟幫阿肯拍一組宣傳照 那因為費用真的有限 我聽到我就說 我就跟怡山講說 不用不用 我跟你講 我找我弟弟幫你這忙 不用拍 因為他還要包括書畫的錢 他都要自己出 我就說 包括書畫的錢 我都幫你找我自己的朋友 比較便宜 然後我那時候就幫了阿肯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阿肯也很懂得就是說 你知道就是感恩吧 後來我弟弟幫他拍完之後 阿肯就是從那個時候 他真的紅起來 所以我是看阿肯 因為從沒有 然後一直到幫他拍完宣傳的時候 然後一直到起來 所以我很替阿肯高興 然後他後來比較有能力的時候 他就買一個東西 小禮物送給我弟 我就是要這個人啊 真的紅起來之後 有心啦 對 然後應該不會有大頭症 藝人最怕的就是這一種 對 要感恩 所以兩位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我們老師在現場 這樣看來算是兩位 現在還小有成就啦 不過呢 現在恐怖了 我們要從恐怖手面向來看 請張文中老師利用這個手面向告訴我們 什麼樣手面向的人呢 天生就比較容易成功 為什麼這個人會天生會成功呢 主要就是有一點就是 他本身肯吃苦 肯願意負責任 或耐力很強 或人際關係好 或他本身就很精明優秀 我們以首相來跟大家做一個解釋一下 中指 我們說中指跟食指 有這個所謂的螺旋紋的 不是本期的肌紋 是螺旋紋 圓的喔 圓的喔 這種人是勇於接受我們所做的挑戰 越挫越勇 而他的意志力 跟他的行動力相當的強 所有的苦猜事 他都願意一手去一肩去扛起 在這個同時呢 他比較容易受到長者的賞識 在這個同時呢 他的成功的機會會比別人大 他勇於挑戰他的未來 所以這種人是比較容易 有成功的一個手相 OK 有沒有 天有螺旋紋 螺旋紋 那都是導紋 導紋 你不只導紋 你也導洋 導紋是這樣 我開口在下面 對 一隻是 蘇蘭豆的一個人 所以那個阿堅是有羅紋的 對 阿堅有 其次就是我們在成功的過程當中 記得一個原則 太陽線 就是我們說這個 儀民紙下面就要用太陽線 這代表人際關係 也代表人緣 也代表我們貴人的意思 如果你交友的同時 你的這個太陽線能夠貫穿 重穿了 重穿你的灰線跟我們說感情線 那什麼意思呢 講白話就是說 我為了我的人際關係 為了我的成功 為了我的才華的一個表達跟表現 他不會因為感情或婚姻有所阻礙 他會把家庭婚姻感情處理得非常的得宜 所以有一些人說 我為了感情的事 有些人是重色親友 有的人可能是重利忘義 這種人比較不會 他以他自己的人際關係 與人和樂相處 那麼這種人的成功呢 在事業上 是絕對受到肯定的 那相對的可能會影響到你的感情跟婚姻 這是一定的 對 像納豆這個是有的 納豆有 納豆有 所以他可以為了事業名利 拋棄棄子 開玩笑 開玩笑 人際關係 以自己的事業為主 不會受到影響 不會額你痴情 影響到自己有的事業 但是有得必有一失就對了 這要有一個概念 好不好 其次就是我們所說的 來 這就是我們說的 每個人都有個智慧線 智慧線有長有短 有的人在尾端向上 有的向下 向上的人本身來說 就是我們說的 一種向上升華 向下有可能是向下沉淪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在學習智慧的擴展擴展的同時 有時候會因為你自己的想法偏激 有沒有 使你自己在想法方面 產生了很大的誤差 而這種向上的人有沒有 為什麼對他的事業 會產生更多的成功呢 因為他會把清水變雞湯 垃圾變黃金 因為他的智慧 老闆明明給他一張白紙 他可能把白紙彩繪成一個 非常漂亮的一個圖騰 老闆給他一杯水 他可能會釀成一杯好酒 這種人他很簡單 靠創造力 就是化腐朽為生 那我們以面向來說 簡單的跟大家做一個敘述一下 好不好 為什麼這個人會成功 大家看一下 肥而且目大有神 為什麼會成功 因為今天我們在外地 與人工作的時候 老闆在應徵的時候 跟客戶互動互對的時候 你會注意到 人家會注意到你的眼神 第一件事情 你的兩眼無神 人家會以為你可能睡眠不足 但是也許會認為你在吸毒 也許你是酗酒 也許認為你這個心智 正派等等的 所以兩眼有神的人 這種人給人家感覺正派 端正而且有行動力 成功的機會就變高了 相比起來 那個麻煩導播先替的 那個阿Ken的眼神 他就好有力 很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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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黑白都沒有 我敢只喝那個聲音 來 我們再看納豆的眼神 這個 就兩眼無神 好爛 我中間好夠 納豆 真的兩眼無神 這樣 這樣 有 有 沒有 就是 待落目擊 對 胖的人眼睛就會變小好不好 沒有 眼睛大的 就一定 眼睛他不見得好 就是眼睛大還要有神 對 也就是說不閃爍 然後不露凶光 不露淫晦之光 而且給你感覺很誠懇 謝謝老師的分析 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其實也不是光用嘴巴說說就可以了 還要拿出真本事 對 其實你要從這個演藝圈來講 我們講說紅花綠葉嘛 你要從綠葉變成紅花 一定有相當的本事 兩位既然踏足了這個圈子 相信也一定有相當的才能 好不好 現場就馬上來一下 要表演什麼樣的才藝 什麼 要表演才藝 才藝啊 你會跳舞 我不會跳舞啦 我比較會模仿 他來模仿一個很像 好 模仿 不是 因為我今天來到這邊 我看到這個協志哥 我就是想說 就是看他 就是跟他身邊比較 可能比較接近一點 好 你來模仿他來猜 你模仿誰 真的喔 我講就講出來了 好 那你模仿我 我來看 我跟妳講不要講他名字 來阿哥先來到講好了 阿哥先到中間來 不是 我只要做 我基本上我根本不用講話 我就像他了 真的嗎 真的真的 我轉過來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我 你一定要猜中喔 好 你猜不中就猜中 你猜不中就猜中 好 1 2 3 然後 你猜中 猜中 猜中 李小龍 舒服 我不住左邊 也不住右邊 我是住在你心裡 煩惱都會跑 剛剛的 住 凡 剛 有有有 其實我這樣很喜歡看 你一看就真的還蠻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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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你一看 你一看就知道 等一下 你三好期待 你一看就像喜憨兒 他不是嗎 他不是啦 來 請回座 掌聲鼓勵一下 住凡剛認識的 阿Ken在這個 模仿上面的才能的確是 非常高人一點 可是我不懂 你看阿Ken其實外表 講話也都很MAN 可是我不懂 他是唯一男扮女裝 最漂亮的一位 對 阿Ken是為什麼哪裡出了問題 為什麼 變女生 不是 很多男生如果裝扮的女生 都會變怪怪的 不好看 可是阿Ken不會 他給人家感覺他變女生 真的是很漂亮 你會不會性別搞錯 女性朋友很多 女性朋友 對 也蠻多的 但是可能是因為我跟我媽媽很好 所以 所以 這怪怪的吧 你跟媽媽很好 所以扮女生很漂亮 因為我媽只是 老實講年輕的時候正翻 但是她很漂亮 比如說她有一些動作 會學一下 就會開始就 尤其是學表演的人 都很喜歡觀察這些小細節 你看 我頭皮發麻耶 對 你這樣稍微有一點動作 然後出來走路 真的耶 有 有 我只能說啊 你當男人太可惜了 我頭皮發麻耶 真的有感覺 好像喔 納豆 納豆 來到吧 Oh my God 謝謝納豆 納豆 你回座 納豆 你回座 不要上去 妳人生的路途 走到三分之一就快了 換妳要表演 納豆 把這東西頂起來 哇 納豆這就厲害了 他吃的還蠻重的耶 很重 我跟你講 再重 都有辦法 他真的可以喔 這真的很重 電東西要不要 納豆 不需要 納豆很厲害 這真的好酥喔 不是 你要拿一個不能這麼尖銳的 椅子可以 雨傘 雨傘可以 雨傘 納豆太簡單了 這個太小 那個也可以啊 那個散口也可以 這個 可以頂起來嗎 可以啊 這可以 這太簡單了 他是用下的 鞋子 你可以嗎 我頭啊 這好像很容易耶 我頭好像很容易 鞋子哥要頂喔 好像到了海洋公園的感覺 真的可以 那這麼快耶 對 納豆這沒什麼啊 真的危險嗎 不會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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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椅子 別開玩笑了吧 椅子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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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 等一下 可以喔 他真的可以 好可怕 注意喔 來 千萬別把我們椅子弄壞 好 早上鼓勵一下 他都有椅子耶 對啊 鞋子 不要亂 沒那麼快 希望你們來聽 就是可以大放異彩在演藝圈 但是有一些人呢 在成功了之後就會有一些轉變 比方說呢 像會少年得志 會大頭陣等等 現在呢 我們就請鄭老師來幫我們看一下 新作的Top5 哪些新作得志之後呢 會有大頭陣 然後來看一下喔 希望大家都沒有 問題是 上榜的也很不錯喔 表示你有得志喔 你沒有獅子喔 所以呢 上榜也是不錯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來賓喔 阿K你是水瓶座 是 然後納豆是摩羯座 但是你的月亮呢 分別一個是在獅子 一個是在摩羯座 那我們主持人的話 是雙魚跟雙子 那錦雯你的月亮在處女 然後鞋子是在巨蟹座 首先我們看一下 太陽月亮第五名是哪一個星座 就是我們的 射手座的朋友 我們在座的朋友齁 但是射手座的朋友來說的話 可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是因為 別人一直教育他說 不要太好謙虛 也不要太跟別人親近 所以久而久之他就會覺得說 如果我要成為大牌藝人的話 就要大牌一點 喔 所以他是別人告訴他的 讓他變成有這樣的個性跟想法 所以呢 只要把個性想法改過來就可以了 就會變得很謙虛 完全沒有大頭陣 王少偉 對 沒有大頭陣 真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第四名是哪一個星座 太陽月亮在金牛座的 黃老師 老師要注意一下 老師 為什麼金牛座會這樣子呢 其實齁 一定要到德智這個階段 金牛座會覺得說 其實金牛座的人 他還滿直來直往的 對 他有時候會記在心裡面 他可能不會馬上表現出來 但是他如果德智之後 他會覺得說 我現在可以想要理誰就理誰啦 我不用去再去做人啊 還要去偽裝演示 他會覺得說 理直氣壯的可以來做自己喔 是很開心的一件事情喔 而且呢 但是呢 萬面的人就會覺得說 你有一點大頭陣了 你跟別人有距離了 所以黃老師 德智的時候要低調一點 要更謙虛 所以老師這個意思是不是說 金牛座的人 只要稍微有點沉積之後 他就比較不能接受別人的意見 對 但是呢 真正眼睛長在頭頂上的 前三名出現 看一下大家有沒有 誰啊 太陽月亮在獅子座的朋友 獅子座 我們有跟你們哈佛嗎 阿堅中吧 阿堅中了對不對 不是啊 你的眼睛閉起來了 我是 對 你的月亮在獅子座 對 你長愛頭頂嘛 麻煩拿出來我拿出來 你眼睛拿出來給他看一下 所以你看 我說每次五五六六五個人 一定會中兩個 許孟哲啊 許孟哲啊 對啊 有人說許孟哲啊 我們這個大頭陣團體 我跟你講各位觀眾朋友 每次中午或晚上在吃便當的時候 雖然是一定會在旁邊講說 我們這個團隊 什麼事情都很厲害 唯一的就是 不會頂便當 他每一看都會這樣子 這樣上班有大頭 這算是個人要求啦 至少他前面還有些 就是捧大家 有些人連捧都不捧 這什麼便當 就是臺志願 臺哥就是這樣 臺哥是這樣 你學一下臺哥 我跟你講阿堅 你學一下臺哥 他是怎麼樣嫌便當的 他通常都不會去 他不會去 他自己去看便當 自己去找便當 看到了 十一 搞什麼東西啊 必須讓那個人 然後就叫他過來 他過來 是怎麼了 臺哥怎麼了 你這便當怎麼訂 這個是附近最好吃的一個便當 對 你知道我是人 我也是人啊 對我也是啊 你這是在餵豬嘛 不要這樣 我這麼狠喔 所以臺哥是金牛座的 對 所以有這個問題喔 前五名喔 所以你看 我說那個賓果 你也不要這樣 我還起碼 我認同你們的工作呢 我只是覺得便當不好吃 這樣而已 好 來 所以喔 第三名為什麼 獅子座會這個狀況 其實他過去非常非常的努力 而且辛苦過 所以當他有一天 他得志之後 他就會覺得說 他不想要這麼辛苦了 很多事情喔 他就是大王大爺了 所以有些人喔 可能在當助理的時候 他可能會剛開始喔 如果還不出名的時候 對助理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慢慢成名之後 可能他只想認識 導演 導播 製作人 這麼現實喔 對啊 很現實的 誰誰誰 是成功的藝人 不錯 他不是我吧 不是我吧 對對對 所以你要留意一下 第二名是哪一個星座 看我們在座有沒有人上榜喔 就是 太陽 月亮在雙雲座的朋友 大頭傳體 耶 我沒有在座上榜 超大頭傳體 好啦 這個五名五中山 對 五五六六五中山 所以喔 不要得罪雙雲座的人 他其實會記起來的 真的 對 他還是會記起來的 那個毛地毯呢 對 還有鞋子就是要求一個毛地毯 對 毛地毯很好啊 那個視覺會很好啊 那百隻老虎 沒有 他覺得說 如果他累了 他可以躺著主持 好 所以喔 如果是有大頭陣的狀況 就是說 哈希有時候忍太久了 想要風光一下喔 這是雙雲座的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名 綁手 對 是哪一個星座呢 在座有沒有人上榜呢 不會吧 太陽 然後月亮走到了 天蠍座的地方 為什麼天蠍座會擺在 對啊 可是為什麼天蠍座會擺在第一名呢 因為我跟大家說喔 我們擺在第一名的原因 是因為他給人家的印象 是反差最大的 他本來是最謙虛的那個星座 本來都是給人家的印象 就是說 這個人好彬彬有理喔 然後好客氣喔 可是我們現在的題目是 得志後會大頭陣喔 對 所以他的反差是第一名 我跟你講 我這邊要講的是大頭陣絕對不是 我跟你講 曾老師明明 沒有 曾老師明明不是二個 老師喜歡討論 各位已經忍耐了 太嚴重了 各位觀眾 老師真的打起來了 恭喜鬥角好嚴重喔 而且老師外面 原來不能忍的事情 等一下老師 突頭痛也沒什麼不好 因為我能感受那種反差 為什麼要當第一名 除了就是反差很大之外 因為呢 江老師他越來越有自信了 我剛剛有強調 得志是好事喔 不見得是不好 有沒有聽到 因為你不得志的話 就完全沒辦法上榜 因為老師太準了啦 對不對 所以我太準了所以沒辦法 一定要這樣子啦好不好 沒有啦 江老師可能就是算太準了 然後呢 不想要接title case 對… 所以就把很多人排除在外 你家就覺得他大頭症 欸 我要講我沒有 請來找我好不好 你像幾個星座的朋友 要特別容易不要成為大頭症喔 好 所以呢 如果你的太陽跟月亮 在這五個星座的朋友 特別的小心 希望你這個有一點成就之後呢 對自己還是要稍微有點克制 不要說對人太囂張啊 或不要要求人家便當要弄好一點 真的 就不要太刻薄啦 對 好 不是 我不是說你喔 我說 好不要解釋了吧 好啦 今天啦 除了就是說呢 我們來看誰有大頭症之外 兩位的確是非常努力 而且呢 本節目可以說是用心良苦 我覺得兩位有沒有大頭症 不要兩位來說 對 我跟你講 為了你們兩個 我們邀請到來一個神秘嘉賓 這個神秘嘉賓是真的很神秘 跟你們息息相關 可以說是你們的貴人 遠從阿爾卑斯山 來到台灣好不好 偉忠哥喔 偉忠哥從阿爾卑斯山來的嗎 也有可能 我們節目沒有請不到 你來介紹好不好 就這個呢 他是你們的貴人 他對你們非常重要 你們能不能繼續紅下去 都在他的手中 更重要的是 他很想把你們兩位幹掉 沒有啦 就是你們知道是誰了吧 我們掌聲歡迎阿K 納豆 還有錦雯的經紀人 大衛 有沒有 沒有 從那邊出來 你什麼咖 你從那邊出來 你老不起阿你 對不起 對不起 你老不起 你老大大同志 你老大大同志 一人大同志 還抓我吧 一人大同志 還化妝 對不起 你老虎還一腳 大衛 好啦 大衛 你們三個先就位了吧 跟大家介紹一下 大衛站中間介紹一下自己好不好 大衛來 來 你講吧 你講 我不進廣告 診斷 診斷讓你講 真的嗎 大衛 你好好介紹自己 把自己的經歷 在哪個節目有出現過 你介紹一下 其實呢 我就出現在 全民大悶鍋裡面那個 國台辦 背影的計程 都是你 都是我 你是怎樣 如果那個背影是國台辦有沒有 那張明星說 他是那個張明星 OK好 你在那邊 背影一下吧 他是那個你秘書 快點來 我走 我走了 你這樣我來 我來中紅了 他生氣要離場 我來中紅了 你要離場所以走 走走走 你現在就走 大衛站嗎 大衛站 先不要吵 不要吵 我沒有看過這個 藝人跟經紀人的關係 這麼討厭 怎麼是 沒有 鞋子 等一下 跟我講 鞋子 沒有吧 要有戲 所以你很喜歡表演 非常 就是表達自己 表達自己 娛樂我的藝人 那你是這個 我哪有娛樂過我們的啊 所以你是他們的經紀人 對 他們的通告跟所有的安排 都是你來 對 都是我們都來瞧的 那好 我們現在就這樣子 你們兩位先不要反駁 我來問一下大衛就是 兩位你覺得他們 你覺得他們兩位是 努力型的藝人嗎 是啊 他們真的很努力 怎麼努力 誰比較努力 誰比較努力 其實都一樣努力 不要關槍 不要關槍了 你再關槍一點 沒有 這個是 現在是真心的時候 其實我是覺得說 阿KEM比較努力的 阿KEM比較努力 因為 真的 阿KEM比較努力 因為像我們每天 他們錄大門過的時候 看劇本嘛 劇本都拿來 KEM會自己在旁邊 自己在那邊讀 要想梗 納豆呢 就跑到旁邊 可能就是講講電話 對 可是因為納豆比較聰明 他反應比較快 他不用想 他不用想 就想很多梗 那KEM的話 他要慢慢的去努力 不是 因為我想的話 就會太 太假 對啊 而且會假假的 現場反應好像 不是 你只有假 因為說他本身就矮 然後又胖 他本身就是一個梗 他想一個梗 對啊 對啊 那他們倆有什麼怪癖 跟壞習慣 怪癖 你身為經紀人看得最不舒服 怪癖跟壞習慣 我覺得納豆 他一個習慣 他就很拉他 我看來就很不高興 怎麼樣 他人都覺得很不開心 怎麼樣嗎 對 他那個車子 他把它當作自己倉庫一樣 東西全部往裡面丟 明明可以坐四個人的車子 他硬要塞整 只能坐兩個人 對 像跑車啊 你跑車 跑車只有1570 不是 你是誰需要的 好命是不是 幹嘛 家裡 我覺得衣服鞋子 然後我後面還有什麼 腳踏車啊 然後就是我東西都放 把它塞滿滿的 對 我跟你講 對不起 他那個絆把 他的絆把已經快要掉了 絆把就是保險桿 保險桿 他已經快要掉了 他都不換 他不換到我氣到說 他那裡掉一絆馬 我把它踹斷 他不換試試看 他才去換 所以經紀人的角度會認為說 身為一個藝人 起碼在這個外型上 包括自己的車啊 包括自己的習慣上要好 至少要乾淨 他有多髒到什麼程度啊 不髒啦 只有邋遢 什麼東西多大 就是邋遢 那他跟 他邋遢 然後還有什麼 就這一點讓我覺得很 看不過去 很不舒服 其實今天為什麼也讓大衛 一起加入行列呢 因為大衛呢 雖然他身為經紀人 但是呢 他也是非常想要進這個演藝圈 就是他也想要當藝人 大衛 你自己說實話 我沒有 我安於幕後工作 好 那你就走 你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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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後面的事情 因為我一走就淋不到你 你要跟我走 你到很好被子可以走 我們兩個給你 所以你說你是 安於幕前的工作就對了 對啊 對 目前就是 沒關係 你至於你自己 本身怎麼樣 我們待會再慢慢的再來講 好不好 我們現在先用這個 邀獸準的塔羅牌 來看一下就是說呢 邀獸準 你在同事的眼中 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來 黃達輝 我可以看一下 在同事的眼中 你就是什麼樣的人呢 那這一題呢 因為我們是只有描述 所以我們不會 有指數上面的這個分數高低 所以不用擔心 我們現在請向來賓來選一下 在A B C D E 五個字母當中 選出一張字母 我選A 好 天選A 那我要C 那就選C 大衛 我選B 他們都不用選了吧 我不要選B 不是坐在這邊都可以選嗎 大衛選B 好 選字 B是D 我選1 選字選1 錦雯 錦雯選B 我選B 錦雯老師 我選A 謝謝 我選A 江伯樂老師 伯樂老師 我選B 選B 鄭老師 我們選B 鄭老師就選B 觀眾朋友也趕快選囉 在同事的眼中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塔羅牌來告訴你 我們現在看一下 如果你是跟我們大衛一樣 選擇D的話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在同事的眼中 OK 你是保健國王 親切形象專業達人 OK OK 遵 沒有嗎 沒有 沒有 腰瘦準 這真的太準了 自己的腰瘦準 是什麼 對 如果有一些專業的問題 問他們的時候 他們都會這個 以放下他們的身段 來回答你一些 可能他們覺得 是很蠢的一些問題 比如說 那個我們今天上通告 是不是要State 或是要化妝 他們就這個問題 幹嘛要問我這種問題 對 你這個要先化妝 然後門面弄好一點這樣 好親切喔 對 所以選D的朋友是 感覺形象非常親切 對 就是專業問題 會回答一些專業問題 其實大衛真的是我看過 所有的這個 經紀人當中 我覺得他算EQ最高的 就是跟人家進對應退 我覺得他都還不錯 不容易爭執 好 我們要來選擇B的觀眾朋友 跟景雯 還有伯樂老師 還有鄭老師一樣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皇后天真無邪 甜美可人 這個皇后排 在我們的戰星曲裡面 它對應到星星 那今天就是一個 吸引力跟魅力的意思 所以說基本上 你走到哪裡 同事又跟到哪裡 譬如說那個什麼 剛剛學到的是伯樂老師嘛 那今天如果上個洗手間的話 可能鄭老師說 伯樂老師你要上洗手間哪 那我也要去 會 對 那我去哪裡跟到哪裡 跟著我要講 跟著不是鄭老師 是鄭老師啦 哎唷 不可能我啦 不是 不過今天是有人天天是這樣子啊 就是就有很多 好人心 我還不可能他一起去哪裡 他不一定是外型的關係 可能是個性啊 或者是說 欸覺得你這個真的很有趣 就喝到底那這樣子啊 對對對 隨和又隨便啦 來 不隨便 隨和 感情也不像 隨和 隨和 好 我們現在來看 如果你是選擇 1的觀眾朋友能跟鞋子一樣 在同事的眼中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戰車 行動力超強拼命三老 哇 專門意思是說呢 就是說 基本上 你會用一個比較強硬的態度 去控制周圍的一些狀況 你不希望 有什麼東西會出錯 所以基本上你做的事情很拼 那當你的下屬呢 因為這句話已經不是只有一個人講 對啊 而且你講的 你不只是這樣 我們協志出來出了一本書叫 堅持 最重要說明的是 當這樣子的人的下屬 會非常辛苦 因為老闆自己都拼了 你能不拼嗎 對不對 對 通常只要老闆很拼 員工不拼就會很慘 對 對 好 接下來我們看 選擇到答案A的觀眾朋友 跟阿Ken 還有維中老師一樣 同事的眼中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答案是 全帳皇后 真的 心地善良 樂於助人 真的 真的 而且還好戲沒好不好 真的 對不對 對一些堅人所害 真的 好 基本上這樣子的人 他是屬於一個 譬如說 俠客型 或者是大媽型 真的 譬如說 你的業務量那麼多 來來我幫你做 不要那麼累 我幫你分擔的工作 他是會主動去幫助別人的人 準不準 對啊 像 對不對 像江老師講冷笑話 我們幫他接梗 幫他扶 幫他除 他就我們小人 有啊 有啊 他很冷 我幫他熱起來 他就做小人這樣子 哇 真的耶 真的啊 一直舊一舊你知道嗎 沒有 阿Ken原本看起來就是算是 就是感覺上心地很好 對 很容易會喜歡幫助別人這樣子 原因也是因為 阿Ken也曾經接受別人幫助 所以你自己也很清楚 我覺得阿Ken是很懂得感恩的人 好 好 所以我們看到選擇到 答案C的朋友呢 跟我們的哈比恩 那都一樣 答案是什麼 大衛你選擇是什麼 我選D 答案是惡魔 惡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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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準 心機短 好 來 但是這邊啊 一定要說明一下 為什麼你要去做心機重 因為通常這樣子的朋友 你們為了達成功的巔峰 都會使出渾身的結束 他會這樣 他們會覺得說 欸 你幹嘛要這麼 表演到這種程度 變成一個海狗這樣子 有需要到這樣的程度嗎 所以別人覺得說 你好像有點心機蠻重 想把我幹掉這樣 哦 對 老師 我本來真的是想選A 是因為你選了A 我想說我不要跟他選一樣 我才選C 不要再變成 沒有這樣解釋的 選中了就選中了 你們在工作的時候 譬如說我剛剛做到這個程度 做到這個程度 是為了要表現我們兩個的特色 就是 你們好像變得稍微說明一下 他們能夠比較能了解你 這樣就OK了 了解啦 好 謝謝黃老師的分析 我就應該要問阿堅跟納豆 就是對大衛 對於他很想成為藝人 有什麼想法 阿堅 阿堅你先講我還在請 大衛是真的想成為藝人 我並沒有 好 我跟你講 有沒有 這個一件事 你講另外一件事 我講哪一件事 好 因為剛好這一陣子呢 要上康熙一個節目 就上個節目 然後我要練國標 那我練國標我想說 因為我們練國標 他們有出DV來拍嘛 那拍我們練國標的樣子 那我當天就是從家裡面 就是下午睡醒來 然後戴個帽子我就去 去跟老師學國標 在那邊學學學 然後大衛那天就跟老師說 那你去練國標 我也要去跟嘛 就算是在旁邊照顧你 就我在學國標的時候 因為他們在拍啊 我在學國標的時候 就我旁邊怎麼一直有一個人 也在那邊這樣跳 那硬要學喔 他硬要學的時候 就這樣就被拍進去啊 那硬要學一學 我想說 奇怪 大衛 大衛你為什麼一直在拍 他整個戴妝大了 他整個戴妝大了 蛤 你在幹嘛 我怎麼會 但是我告訴你 這個是真的喔 有 這個 我覺得這個圈子啊 幕後的工作人員 會進到這個圈子 當幕後工作人員 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懷有明星夢 真的 他不想說藉由在這個圈子 這個跳反 然後就進到這個圈子 是不是這個意思 有沒有 沒有 大衛 我反駁 我反駁 你反駁什麼 阿天再講一個 我反駁 對不起 你不用反駁了 他要講 有一次他跑去跟我們那個 燜鍋裡面一位更新的新人 陳漢典啊 他是幹嘛的 他演那個 小張國智 小張國智 他是演 郭哥演張國智 他在旁邊搭的另外一個角色 然後他跑去跟他開會 我覺得奇怪 他怎麼會去跟他開會 我說你為什麼跟他開會 結果後來大衛就跟我講 講說沒有啦 因為有一個活動啊 他們要找這個小張國智 跟郭哥一起搭 郭子姐 郭哥一起搭的 然後出去表演 我就說這樣子 好… 結果後來 我後來聽到的消息是 對 郭哥根本不是演張國智 郭哥是演另外一個單元 叫大喬小喬 丟宗靈 雜文改靈 我知道 那裡面有兩個角色 大喬小喬 就是我跟納豆 那是我們兩個喔 那那個廠商嫌我們太貴 結果大衛就說 那我還滿平均的 沒有… 我這真的要反駁 他就跟張國智一起去演大喬小喬 你卻經紀人自己敲自己的通告 我真的 我要反駁 這個我真的要反駁 因為我要 因為他們兩個真的行情太貴了 你不能說太貴 是你自己調高的嘛 這就是他開的嘛 他開的 問題是你不要退休你自己 這個活動其實他們預算真的很低 那你知道燜鍋裡面有一軍 像郭哥 像棒球就一軍二軍嘛 對不對 大聯盟 小聯盟 這種感覺對不對 燜鍋 郭哥 台哥 屬於一軍的 所以你一勝小聯盟 沒有 他們是二軍喔 我是那種後輩喔 是撿球的喔 為什麼你是後輩 你明明是經紀人 你為什麼是藝人的後輩呢 對啊 就是幫他們可能打雜 然後那個活動原本是這樣 就是預算也不高 他們預算真的很低 然後我要促成這整個案子 因為這個 這個活動 你促成什麼案子 我沒有表演大話 你為什麼 你這根本就是有位人啊 對 但沒關係 我覺得喔 不要他們三個人講 我們請這江國老師 從這三個人的意思當中 到底大衛 劉憲衛 他有沒有機會成為藝人啊 我跟你講 非常的準好不好 從你們名字來看 到底適不適合當藝人 不適合就請你死的這條性 對啊 各位看一下 阿KEN來講他本 本名叫林尾恆 66年是屬蛇的 各位看一下 大姓姓這個林 林五行屬木 他屬蛇 木來生火 代表說 阿KEN其實長辯非常好 真的 真的 很準 再來 各位看一下蛇喜歡洞穴 所以阿KEN這個尾字旁邊 這個口對不對 蛇喜歡洞穴 這邊代表他的外緣 代表他人際關係 其實阿KEN在21歲到30歲 他的外緣口才特別好 其實我還講的是 連同輩喔 同姓男生對他都有幫助 對 準不準 準 我跟你講 大衛樂很準 節目到目前為止 你差不多只剩一件褲子而已喔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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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準喔 讓你發光光好不好 好 那我這邊要講的是 這邊 阿KEN屬蛇的話 這個尾字旁邊封個日 蛇看到太陽的話 就懶人來想睡覺想活起來 所以這邊代表你的內心的事業 其實你的規劃力 你的企圖心其實沒那麼強 所以這個時候 你真的需要一個好的經紀人 好的規劃幫你做事業的規劃 要專心做經紀人那一種 對 所以要把大輪換掉 目前看不到我們經紀人在哪裡 真的 但其實這邊要注意一點 其實在新的一年裡面 其實阿KEN一樣會很旺 但是我這邊要特別講的是 阿KEN的腸位可能會出 你要特別注意 因為腸位 老師太準了 那個我們上次出外景 我真的就是 晚上半夜起來跑起來拉肚子 他一直拉肚子 我們出外景我吃都沒關係 他就一直拉 對 真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熟舌用到這個日 日這邊是煮腸胃的部分 所以其實 我說你腸胃不好以外 你的腰一定會常常會痠 我常常痠 對 一定是這樣子 你還這麼年輕耶 一大堆病 好準 他腰 從名字就可以看出來 怎麼那麼厲害 但我現在要講的是 我預計就是說 阿KEN其實特別要注意一下說 未來幾年 你當然會很旺 但是呢 請你要特別注意 你的健康問題 才是你最大的殺手 喔 健康 不能太 要注意健康對不對 沒有健康就沒有事業 沒有人生 好 來 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是 林育育治 69年次的 我們納豆 納豆 這個要跟你講一下 納豆本身大姓姓靈 這邊是很恐怖的喔 猴子五行屬金 它是根生 根生年生的 根屬金 生屬金 大姓姓靈的話 其實代表納豆的睡眠品質會有問題 他打呼很大聲啊 他長輩子也呼嚇醒 對 他睡眠真的很不好 對 但我這邊要講更恐怖的 各位看一下 納豆它本身屬猴 這個旁邊 這個耳朵邊 左腹右翼 藏一條蛇 蛇跟猴子代表相行客 所以納豆主要 對功能出問題 造成它會打呼的現象 對 很準耶 好準 好棒喔 其實這個還沒有什麼 還有更準的喔 還有更準的 最恐怖的 來啦 你看納豆看起來胖胖肥肥的 有沒有 這個月啊 月中藏毛兔 在生肖性命血裡面 五行屬木 那我要講 它是屬猴五行屬金 金來克木 它的筋骨腸胃酸痛以外 它的腸胃跟腰 跟阿田一樣 一樣也是不好 好強喔 重點又來了喔 我講納豆有點 其實納豆是非常聰明的 為什麼 猴子這個字 代表它的功名味 代表它的腦筋 它其實它的腦筋 是比別人更聰明的 他很聰明 對 猴子開口學人講話 所以腦筋非常聰明 看得出來 因為它智慧 它身高都沒有長 都長到智慧對不對 對 真的 智慧比別人一發 但是我要講的是怎樣 它有結婚 離婚的現象 為什麼 納豆的名字本身屬猴 用到這個字 特別是逢日 那逢日 猴子是逢日的 一般猴子如果有大白天 他喜歡細水 喜歡躲在陰陰的地方 所以逢日的話 其實納豆賺權存不住 好 逞準 逞準 太準了 真的太準了 現在只剩胸貼了 這個已經脫光了啦 他就有胸貼了 好 來下一位 就是大家關心 到底這位經紀人 能不能成為藝人呢 這是一個關鍵 大衛 他本名叫劉獻衛 劉獻衛 來 各位看一下 劉獻衛衛是 來 各位看一下 大姓劉這個縣寺 旁邊這個寶蓋頭 寶蓋叫做機的居家洞穴 代表外援 代表大衛他是一個口才 規劃人 靠嘴巴吃飯的人 所以他當經紀人當然是非常好 對 但是 他要當個演藝人到底好不好 好不好 其實也不錯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經紀人靠就是你的人員 你的桃花跟你的貴人 其實大衛的人員桃花貴人很旺 真的 朋友一定很多 那你看身為一個藝人 你的人員好 你的朋友多 當然你可以成為藝人 但是我這邊要講的是怎樣 大衛的限制 下面一個心 心為肉 雞有沒有吃肉 雞是吃五穀雜糧不吃肉 所以這樣 這隻雞變硝龜是神經雞 所以有時候 硝硝 硝硝 一家可能 我想當經紀人也不錯 當藝人也不錯 當老闆更 心為比較不定 來 如果吃 好 謝謝姜老師的一個分數 不過接下來有一個更恐怖的 更準確的 我們要來利用一金占卜 請姜伯樂老師來補補看 在未來的三個月 你有沒有可能會丟了飯碗 丟了動作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你現在 我現在要開始 對 你的工作可能遇上了危機 下個月未來三個月 你的飯碗是不是會丟掉呢 那經紀人也來選一下好了 大衛 對啊 有151744 你隨便選一組號嘛 觀眾朋友也趕快跟著選 有151744273481還有753 273 273 好 那到 151 151 完蛋了 我也想選151 可以一起選啊 可以一起選啊 好痛苦喔 一起選吧 那就要選151嗎 151好 鞋子選 744 7454 錦雯選753 雙魚中老師 我選744 744 鄭嘉玲老師 我也選744 雙魚中有建律 我也是744 你也改744 剛剛他透露人挺的感覺 那我們四號的觀眾朋友應該是我上台的黃媽媽跟鄭太太 好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第四個沒有人選到底什麼的掛項 觀眾朋友選481了 薪水持平20分 對 其實這個掛項代表所謂的地雷負 代表說你的工作來講雖然是有點反覆不太穩定 但是呢 你的薪水 在薪的一年 你的工作 被FIRE掉的指數呢 只有20分代表很低的 就是說你只要不要求加薪 你也不會被減薪 所以你的工作是持平的 所以分數是越低越好 對 分數越低越好 分數越高 就有可能被FIRE炒流的現象 好可怕喔 好 那首先來看 第的被選掉啊 沒有可能有零分的啊 對 273也沒有人選啊 273也有人選 273是大衛選的 大衛 大衛能不能繼續當經紀人 我是來看大衛好了 他不能當經紀人 他就跑去當藝人 大衛啊 到底能不能當藝人呢 我們看一下大衛在選上來 掛項呢 273的掛項 輕把公正 這意思就是說 有可能當經紀人要去當藝人 沒有 不是 這個能力 這個就是想說 偉忠哥突然覺得 你不太適合當經紀人 然後你硬要留下來 所以他撿你的心這樣 因為他想要簽我 就是我在考慮 也有可能喔 硬直要說人家要簽他 沒有 也有可能 因為當藝人有的時候收穫 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好 藝人沒底薪 對 藝人沒底薪 對 藝人沒底薪 好準 所以選到這個觀眾朋友 選到273的觀眾朋友 代表說 你的工作來講的話 是不是你的薪水已經夠高了 那經紀又不景氣 對 所以你可能要像減薪 來保住你的工作 這個的掛項朋友 要小心說 你的同事 你的朋友 你的背後重傷可能要特別注意 對 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一下 可能如果老闆說 他沒有做那麼多 不用讓他頂那麼多錢 對 沒錯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最多人選的 有黃老師選的 還有鞋子 還有詹老師 還有鄭老師選的 744 未來三個月 有沒有可能丟得換完了 太厲害了 重傷穩度三個月 我本來 未來三個月不用擔心 我們選到 選到744的觀眾朋友 代表說 你的工作是很穩定的 所以你很穩定 所以你不用擔心 甚至呢 你可能在年底老闆回來 跟你加薪 所以就不用擔心 讚… 恭喜喔 這個準 對… 因為你是選的都不錯耶 都滿穩定的 對 那我們再來看 納豆跟阿Ken 還有我們的觀眾朋友 選到151 到底是什麼掛項呢 來 首先看一下 看你們節目 到底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 40分 合約調整 合約調整 又跟經紀人有關 你看 代表說 你們能夠主持這個節目 代表是怎樣 是你們有合約再生 有合約再生 所以內容可能特別注意到 你們換工作的機會 其實是很低的 但是呢 將來有沒有可能大頭症 有可能喔 可能這個節目的收視率不錯的時候 你希望說 維中哥 我應該加薪吧 合約調整是有可能的喔 對… 真的… 真的… 到時候是納豆講的 不是你講的 他就常常幹得到 真的 好 好 那我們請看最後一個 753 753 還有我們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你選到753 到底是什麼掛項呢 一萬單了 他的分數最廣了 恭喜 公私財源 所以這個時候 公私財源 這個時候代表說 如果是錦文選到這個 這個掛項代表說 檢文是不是準備跟偉中哥來解約的 特別 掛項其實代表解約的意思就是 你不想跟老闆 拒絕這個合約 也算是 但如果說一般的觀眾朋友選到 代表說 在新年一年裡面 你是不是有更好的工作 你想跳槽 想離職 或是呢 因為你的公司可能經營不散 你可能被公私財源 或是你的公司倒閉 可能有這個現象 哇 真準耶 真準… 對啊 所以觀眾朋友 在未來這三個月 如果你選中的分數越高 也要特別注意了 好 不錯 所以呢 謝謝老師 那接下來就是要問一下 兩位呢 這個感情的部分 聽說很厲害 在這裡面呢 有暗藏了一個感情的高手 也就是納豆 聽說你曾經和十個星座女人交往過 你是怎樣 你有收集星座女人的癖好是不是 剛好就是怎麼 就比照之下大家都不同星座這樣子 納豆 那還有兩個星座 是哪兩個星座沒有收集完整 摩羯跟水瓶 齁 你是兩個最難搞的兩個星座 對啊 水瓶你得不到手的啦 我跟他水瓶 因為水瓶座女生會把它看穿了 對 我覺得沒有那麼稀奇了 對 老師講得太對 那那個呢 那阿KEN 你自己收集了幾個 我收集 阿KEN是常常被那種水果日報 還有週刊拍到在便利商店 一定會不會在那個 成品啊 成品啊 看書啊 而且都是美女 沒有沒有 都還滿有細質的 可是我 我並沒有那麼 交那麼多女朋友 就是我 我交過大概三四個星座而已 可是阿KEN 納豆為什麼異性園會這麼好 她就是半出 真的 真的啊 所以我女生大概都會覺得 納豆沒有防 對她沒有防備 而且可以跟她當好朋友 對 你目前是有對象的嗎 目前有 什麼星座的 水瓶 不…天秤 天秤座的 唉唷 可是那你現在沒機會啦 納豆 你把妹絕招是什麼 今天一群人啊 我就開運的時候 我就滿喜歡的人 就我還滿喜歡你 就都掉了一獎板 就明著說的那一類型 對啊 好 沒關係 妳現在還缺這個摩羯跟水瓶嗎 對啊 不用怕 在我們開運監禁團 老師可以幫妳好不好 我們請鄭老師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到底十二個星座的女生會吃哪一套呢 所以說想要追她們的男生朋友要注意囉 如果說現在的女朋友 你知道她是什麼星座的話 馬上看過來 我們一個一個告訴大家 首先 我們要看大家的太陽跟金星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第一個星座 就是牡羊座的女生 你要對她說些什麼呢 可以追到她 就是要對她說一些甜言蜜語 而且呢 你要跟她的朋友也成為好朋友 如果說她旁邊的朋友都說 你的朋友有問題也怪怪的 完蛋了 這一段感情很快就會無疾而終了 所以要從她的朋友來下手喔 再看過來 太陽金星是金牛座的女生喔 她可能需要什麼樣 你才能追得到她喔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內容是 她要父母同意喔 而且你要知書達理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追金牛座的女生的話 你就要表現得很有禮貌 開車門啦 對她孝順啦 對 應對進退都要很有禮貌 伯父 伯母好 這很重要喔 如果你能做到這樣的話 絕對是加分 而且可以追得到她們囉 這是金牛座的部分 再看過來喔 我們是雙子座的部分 景文囉 如果想要追景文或雙子座的朋友 是什麼樣的狀況 首先你要活潑一點 因為如果太MAN的人喔 可能跟她不太適合 很多話題切不到喔 另外如果說跟她出去的時候啊 出手還是要大方一點喔 不能說在掏錢的時候 掏得慢了一步 這個可能喔 雙子座的人都會有所忌諱的 雙子座多變化了喔 而且曾經因為叫男朋友沒有錢 我會先把錢給她 要她去付錢 因為愛念頭 你知道嗎 是 好 我們再看過來喔 是巨蝦座的女生的 如果你想要追 太陽金星在巨蝦座的女生 她是哪一套呢 我跟大家說 她就是喔 一定呢 你要讓她覺得 你很腳踏實地的在付出了 如果說你讓她覺得說 這個人好像花心花心的 有點像阿坑還是納豆的話喔 他可能就覺得這個男的 還要再多觀察 再看過來 如果想要追 獅子座的女生的話 要怎麼樣得到她的芳心喔 太陽金星在獅子座的女生 我跟大家說 你一定呢 要願意投資她 就是要投資自己 而且不要吝惜花錢喔 因為她會覺得說 我要選擇的 當然是 對我最好的那一個 所以如果你對她好一點的話呢 對她來說 會特別特別的有用喔 再看過來 如果是太陽 處女座的朋友 金星在處女座的朋友 你要怎麼樣來追到她喔 其實喔 初女座的女生喜歡嘴巴很甜的 如果說你對她嘴巴很甜 而且呢 讓她感覺是不怕生的喔 跟她的朋友啦 同事可以當好朋友的話 對 她會覺得非常非常的開心 融入環境的 對 我們再看過來 就是天秤座喔 我們就是下一個星座 太陽金星在天秤座的人 如果你想要最好 天秤座是美女星座喔 你要有什麼樣的能力喔 就是你要有才能 她會覺得說 有才能才是最重要的 你要追她的話 你要具備一些才藝喔 而且呢 要樂於工作喔 而且她不太喜歡說 那種不太喜歡工作的人喔 這是太陽天秤座的人 所以呢她就會考慮說 要不要跟你來成家了喔 另外再看一下來 太陽金星天秤座的女生 特別喜歡什麼呢 她喜歡 細水長流式的愛情 如果說你跟她談 只想要談一夜情呢 她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太不可靠了 No way 但是你慢慢跟她認識了 三年五年之後 她就會覺得說 我就是要認定這個對象喔 所以喜歡天蠍座的女生的話 要特別注意 要跟她培養細水長流的感情喔 常常要驅寒問難喔 再看一下來 太陽金星 如果很多人喜歡林志玲的話喔 要怎麼樣跟她培養感情呢 你一定要願意承擔責任 比如說 Maybe喔 她家裡有一些東西需要幫忙 你不要說 畏首畏尾 不願意出手幫忙 或者是說 她覺得你要跟她出去的時候 你要表現得對她很好的之外呢 有時候也要表現得很獨立喔 如果她不在的話 所以她喜歡 又有獨立個性的男生 責任感重 對 責任感重又有獨立個性的 就是射手座會喜歡的囉 再看一下來 就是摩羯座的 太陽青星 沒有追到的 對 沒有追到的這個星座 她也是喜歡 耐操的 因為她會覺得說 如果你有願意一肩扛起責任的話 這樣的男生 我會特別想要跟她交往喔 所以 納豆如果你想要追摩羯座的女生 你要把你的誠意表現出來 她沒有誠意 這很重要 她沒有誠意 因為妳裝可愛沒辦法騙到12個人 對 納豆你都是用什麼樣的才能吸引到女性的 可能我做事的時候 看起來就會給我傻勁 譬如說 譬如說 譬如一個女生我要喝可樂 她如果譬如說我今天去買 她說我要冰的 那我就再衝去買一次 然後買冰的 然後我要建議 那我就再衝出去一次買建議 你都不會說你很煩耶 你夠了沒 不會這樣 不會 我還滿就是吃口 就是這方面還滿吃口難的 難怪她追得到10個不同星座女生 這招對任何人都有用啊 但是如果你遇到摩羯座女生 她可能也是會給你一些考驗 給你一些責難 那你就會一直堅持下去 不然的話你可能就會覺得說 她可能對我沒有意思你就放棄了 我需要一點點鼓勵 然後我覺得好好好 然後又跑去 每個星座的男生 都是很需要鼓勵的喔 好 我們再看過來 第11個星座就是我們的水瓶座 太陽精心在水瓶座的女生 你要怎麼樣來追她 大家一般以為說 水瓶座女生應該是喜歡那種很活潑啊 很喜歡玩的 但錯囉 如果她想要跟你定下來的時候 你想要真正追到她的時候 你一定要讓她覺得說 你的性格很穩定 事業也很穩定 而且她要溫和的感覺 她才會覺得說 可以跟你長久走下去 因為要一輩子的 當然第12個星座也是最複雜的星座 就是太陽精心在雙魚座的朋友 她是什麼樣一個狀況呢 其實如果你想要追雙魚座的女生 演藝圈裡面 有沒有許若瑄啊 許若瑄 對 戴小瑄 通通都是雙魚座 或是你想追鄭老師的演藝圈 要怎麼樣追雙魚座的女生 就是要欲情顧重 然後呢 你要引發她的好奇 她如果對你有點興趣 或者你要裝可憐的話 就可以追到她 因為她們心很軟 會很同情弱者 你像是12個星座 你會想要追她們的方法 就在這裡囉 看到 她們有接你送來吃別的經驗嗎 當然有啊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學校有舞會 然後就來了一個 那時候是景美 景美女眾的女孩子 然後就跟她一個晚上都在那邊 慢舞啊 然後又熱舞啊 又慢舞啊 又熱舞啊 這樣 就整個晚上我覺得很開心 第二天我想說 我應該差不多戀愛了吧 結果過幾天就疾風 行到學校來 寄到我們班 然後打開來裡面就 她就寫說 我怎麼樣怎麼樣 認識我的過程 然後最後她用紅筆 畫兩行線起來就說 我希望你搞清楚 我們現在的關係 我們真的只是朋友 可是啊 如果這個時候有一個 很有錢很有錢的女生 是許淳妹 許淳妹想要包養你們 你們會答應嗎 很有錢 阿KEN 很有錢啊 想要包養你們 我大概不會讓她包養 像孫芸芸這樣 像孫芸芸這樣的話 她怎樣 包養的話可能還是不會 但是譬如說她要讓我去 這個微風廣場當總經理 我就OK 就OK 還是要一點利用 要一個頭銜 我總要早點試做 這是聽說啦 聽說包括這個孫芸芸 還有觀穎 對 我也喜歡她 喜歡阿KEN 我是說你們 你們一人一個喔 是 沒有 孫芸芸看到我們是覺得 看到我是很高興 他上次在悶國告 他還錄隔壁的影 然後看到我跟阿KEN 那孫芸就過來這樣 欸 納豆我好喜歡你 來 我們來拍照 這樣 真的假的 因為孫芸芸 孫芸芸這麼開放 我們整個變寵物化了 對啊 所以對他們來講 你等於是皮卡丘 就很矮啊 然後這樣就 所以你看就這樣 十個被你 十二個被你騙十個 我跟你講 就像很多在夜市 有沒有很多寵物店 有沒有 比如說今年流行紅貴賓啊 明年可能就流行納豆 蛤 就看到寵物的 一堆這麼小隻的納豆 這樣跑來跑去 就比方說過去 它就像寵物一樣 一排放後去有 哆啦A夢啊 櫻桃小丸子啊 皮卡丘啊 有的納豆 還有 不過說真的 如果有個女生 真的有能力 讓你們少奮鬥二十年 你們會不會接受 拚不拚 蛤 什麼什麼 就有一個女的啦 就父婆嘛 娶她的話 讓你少奮鬥二十年啦 你願不願意 我還是覺得自己努力比較好 有國氣 好 你呢 我覺得那個女生 對方有沒有錢 不是在我們的考慮範圍之內吧 你要的是什麼 要的是我努力賺錢啊 然後她能讓我開心 哪一方面可以讓你開心 就回家幫我脫襪子 沒有啦 你還喜歡用人型的嘛 原來你喜歡 角色外 不是 你喜歡用人 沒有啦 就是我喜歡 這兩個人很開心 不過呢 好的風水呢 也許也可以讓你心想事成喔 所以呢現在呢 我們就從這個開運百寶箱 請江柏樂老師來告訴我們 什麼樣的風水 可以讓你遇到富貴桃花 在我們洋宅風水裡面 有所謂的四鎮桃花 什麼叫四鎮桃花 做東 叫植武卯遊 什麼叫植武卯遊 做正東 正西 正南 正北 清清楚喔 只有做正東 西 南北鄉的房子 但是一定要配合水流 才可以遭到好的桃花 不管男生或女生 如果男生可能取代一個富婆 那女生可能嫁給有錢勞工 那請來看第一個 是什麼樣的格局 第一個請看 洋宅坐正北朝南 就是你這個房子 可能坐北朝南的房子 但是坐正北的喔 清清楚喔 那一樣 水由右向左流 怎麼看 我們能站在房子裡面往外看 水是從你的右手邊 流向你的左手邊 那這樣叫做 市正桃花裡面的 坐北朝南又來水 叫做搜桃花水 好 我們看第二個 如果你的居家風水 洋宅是坐正南朝北 正南 南代表五方的意思 那坐正南朝北 水一樣由右向左流 由右邊向左邊流 就是說你站在房子裡面 往外看 那你居家的這個水溝的水 是從右邊流向左邊 叫做搜南方的桃花水 但請記得 只有坐正南朝北水 從右邊流過來 才收真正的桃花水 對 觀眾朋友 那個方向要搞對了 對 我們來看第三個 陽宅坐正東朝西 水由左向右流 聽清楚喔 坐東向西的房子 一樣像老師一樣 坐東向西看出去的地方 水是從你的左手邊 流向你的右手邊 這個叫做 東方代表卯方 卯代表桃花的意思 如果水從 坐東向西 水從左側流向右側的話 代表他收的是兩個的桃花水 這樣的話 在男生裡面 你有可能娶到一個富婆 比如娶到孫應雲 或是官吟 男生就可能加個連聖文 這個機會都有 所以可以觀眾要記清楚 好 我們看第四個 陽宅坐正西朝東 正西朝東一樣 水由左側流向右側 正西朝東一樣 像老師一樣 這個坐向 坐這樣看出去的地方 水從左側流向右側 請記得 一定都是坐正西向東 那這樣的水 才叫收桃花水 如果偏一點點的話 這樣都不算桃花水 所以好的桃花水 不管是男生住 女生住 整個家庭來住 這樣除了這個房子 讓你有桃花以外 住在這個房子裡面的人 也比較容易有桃花 有貴人跟有異性緣 所以這樣買房子就知道了啦 就搬去秀布蘭西 的確是 秀布蘭西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藉由這個風水 讓老師來幫忙你 可以遭到一些富貴的桃花 所以謝謝老師的分析 謝謝 同時今天三位來賓也非常的辛苦 希望三位 兩位 在一圈的路上 兩位 一圈的路上可以非常的順暢 希望就是 也謝謝你帶給大家快樂 然後希望當經紀人 就好好當經紀人 對 對 所以謝謝三位 謝謝 同時也謝謝四位老師 謝謝老師 那江柏樂老師的書呢 也請大家支持一下 是啊 今天我們還是會送大家五本書 所以請你撥打我們的電話 0951096 0951096 另外還有 阿堅還有大家做的 摩托車節目 寶寶島台灣 摩托車週記 12號 等上10點半 對 摩托車週記 謝謝 謝謝 今天晚了 請繼續走地 東神綜合台 開運建立團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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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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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